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unuelo 也是用玉米的原料做成的 揉成圆球放在锅里面炸 炸出来就是油炸玉米球 看上去就很好吃的样子 当然热量也会很高很高 来尝尝麦德林的 街边炭他们的炒饭 还有这个膜 传统膜 哇 这个鱼汤太好吃了 大家看这个鸡块钱的鱼汤 这个肉好鲜美 它的原味就很好吃 淋了这个柠檬汁以后更好吃 太好吃了 就在这一个最大的蔬果批发市场 大家一定要来尝尝哦 今天来到麦德林另外一个菜市场 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小店 这就是日常的哥伦比亚套餐 特别便宜 新鲜果汁 新鲜果汁 畅喝 这个汤的套餐只要一万四千笔锅 哇 这一个波罗四块四 Name Nubne Bitaya Bitaya 啊 这个就是Bitaya 我第一次见到在哥伦比亚这个水果 闻一下 没有什么味道 买了两个 这两个 才两千笔锅 就是一千笔锅一个 哦 这就是Guanabana 我最喜欢喝的那个果汁 Malacuja Malacuja 这是这边的一种热带水果 也很独特的 上次给大家看过他们的树番茄 哥伦比亚独特的蔬果之一 这是非常非常好喝 也是他们的国名蔬果汁 也就是家家户户 当作普通果汁来喝的 在普通老百姓的家 冰箱里面冻着这个果汁 口渴了就随意的喝喝 所以这边 拉美女性的 提醒非常好 前突后笑 腰海戏 因为他们的好水果实在是太多了 Cora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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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是果汁 果汁 果汁 鸡 一个人 刚刚问了 这是小椰子 也就是这个大椰子的缩小板 也可以拿来榨汁喝的 非常的香 玛德琳是哥伦比亚咖啡盛产的区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 随处品尝到它非常正宗的浓郁的醇香的咖啡 我尝到这里最便宜的咖啡 但是也是普通人常喝的咖啡 本地咖啡Tindo 1500笔锁 2块6左右 上次我在瓜达佩小镇 喝的很地道的哥伦比亚咖啡 也才2000笔锁 加牛奶就2500 3000笔锁 所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 享受一杯非常正宗的咖啡 是一件非常随意且惬意的事情 这就是我的Tindo 这是他们当地的一种小食 看上去很美味的样子 他现在又在做第二个 哇 这里面是各种水果 木瓜呀 菠萝 草莓 还有芒果吗 上面撒上奶酪酱 最后再插上两根蛋卷 原来这个叫SAR Bicons 他们是你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 你看他们一家人都买了 在这里吃 这个教堂修建于1895年 已经有126年的历史了 让我们来看看 麦德林为数不多的 上百年的古老的教堂 如果我们来开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收到 谢谢观看